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跳起闷五分钟 极有漂亮的水煮蛋 此外 苏延晨营养师也提醒 先敲蛋壳再煮的方式也适用于瓦斯鲁水煮 苏延晨强调 重点在于轻压裂开的顿端 因顿端连结住没有蛋白的气势 蒸白煮蛋时正好有空间膨胀 让蛋壳不会因为加热而裂开 如何知道蛋有没有变质 英国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未报 The Guardian报道称 由于素食主义者和弹性素食主义者的增加 仰赖鸡蛋補充蛋白质 推升鸡蛋的销售量 加上太过依赖赏味期限 造成丢弃的鸡蛋数量大幅增加 事实上赏味期限 Best Before Date 与有效期限 Use by Date有很大差异 尚味期限围在这个日期前 食物能保持最佳品质 有效期限则是若过期 可能会有安全风险的疑虑 英国研究显示 有29%的英国人丢弃鸡蛋的理由 只因超过尚味期限 欧盟规定鸡蛋的尚味期限 必须定在产下后28天 但事实上 鸡蛋常常在超过最佳尚味期限后 一段时间也不会变质 研究也发现 只有23%的英国人知道 要怎么用水测量鸡蛋是否变质 若是把蛋丢进一碗冷水中 鸡蛋沉在水里躺平 就代表新鲜 若是一端朝下 蛋仍在水中表示不怎么新鲜 蛋仍可以吃 蛋若漂浮在水面上 就最好不要吃 这是因为鸡蛋放得越久 里面的气势就越大 会导致鸡蛋漂浮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